第六战 没事我这朋友就很熟了 可以说了 我觉得就是从我纹身开始 其实这种风格 我觉得国内就有一些人在做了 然后并且也做的都不错 然后可能在国外的话 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更早 可能就有人在尝试 或者是在私下里面 他们会去做一些这样的风格 我可以让他再往下一点 就是这样 就是眼泪身体 但是这个位置是可以这样出来的 你觉得这个大小你OK吗 我觉得是好看的 因为每个人他性格 其实纹身是性格 和他擅长的方面也都不一样 我可能不是一个很擅长 做命题做文的人 就是最好就是你信我 你别管我 我给你弄出来 你就闻就行了 因为其实你将语言转变成一个纹身 纹身它 我觉得它最根本的一个东西 它还是一个视觉语言 对 这里面可能更多的是你 就是这个图案的这种画面 这种造型 甚至是可能跟颜色线条 这些东西有关系的 这么一个 它归结于一个视觉上的 这么一个语言 那么你将这种 你将这种就是抽象的这种 就是你的想法 变成这种视觉语言 你需要给出一些 非常明确的这种 要求 就是我是希望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我想要一个 什么样的内容 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我其实最怕最怕的别人就跟我说 我想要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感觉这个东西 因为每个人对于感觉的感受都不一样 他试图想要尽可能的去描述 他给予我的感觉 然后我反以一个画面来给他 他可能看了之后 他很可能会说 这不是我想要的感觉 那么你想要的感觉是什么样呢 他自己可能又没有办法说清楚 而且正因为他对于纹身 这个实际的这个东西 他没有足够的了解 因为他不是专业的嘛 他只是有一个模糊的一个概念 然后你可能几次为他 就是画出来的这个东西 他都说这不是我想要的 但是最终他想要什么 可能连他自己 对 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就觉得这个是陷入到一个沟通的一个僵局 然后这种工作做起来也非常困难 对 所以就是你 如果你相信我 你信任我 我是专业的 就是你交给我 我来帮你实现 这个东西在你身上 它是不会难看的 可能在甚至是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你如果你纹了身之后 你没有这种想要去洗它 或者是你后悔的这种意愿 这个东西是伴随你一生的 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图案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 纹身的一个 我自我的一个原则 我觉得就是 就是你的第一眼效果 就是远远没有之后 长久的在你身上的这种耐看度 更重要 对 就是因为你刚闻出来之后 这个东西呈现在你面前的 它是一个第一眼的一个 一个视觉的一个冲击力 我有很多图看上去非常平凡 就是它可能它在第一眼 它的这种视觉的冲击力 它没有那么强 但是这个东西 等它恢复完了之后 它不再像是你刚刚闻好的时候 那么的鲜艳如初的时候 它变得暗淡了 它在长久的 与你的皮肤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 随着你的年龄的衰老 它在跟着你的身体 一起在衰老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它是耐看的 它是好看的 它是很长久的 陪伴在你身体上 这个东西可能对我来说 是特别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造型的趣味 直接决定了 就是此后的这个 我所指的这个结果 对 因为我自己身上我也有一些纹身 然后有一些纹身 是我师兄给我纹的 然后有一些纹身 是我自己纹的 我在纹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都没什么意义 对 就是 而且就是意义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是人富裕的 你可能每个阶段 你考虑的问题不一样 然后你 你可能过了这个阶段之后 你感觉 就是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就是对 然后所以我是倾向于这个东西 而且更多的时候 就是你 你用一种相对更轻松的态度 去面对它 你可能更容易收获一个 你自己长久 就是 常看不厌的这么一个纹身 对 因为其实 我们也接触了很多 因为失败纹身 就是而想要去做遮盖 或是 想要把这个纹身洗掉的 这么一个 一个情况在 对 可能更多的都是基于 它过去的一种想法 然后可能过了这个年龄 或过了这个阶段 他觉得 我靠 我这想法太幼稚了 或是 就是 我靠 这想法太二了 对 然后他可能想要 就是 对 去 弥补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没有意义 反而 更轻松一点 而且我们肋骨和腿 我的表情会很正面 手比较小 整体上来讲 年轻人对于这个东西的接受度 是在 是在变得越来越宽 但是 但是确实 就是我觉得官方对于这些东西的态度 其实是在收紧的 对 包括 艺人啊 然后 或综艺节目啊 对 你是否 对 对 就是这个可能 是有一些矛盾所在 对 有一些这种矛盾的现象 存在的这么 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